林醫師的肉體不在了 你說其實林醫師的臉吻一直是在的 其實我從來沒有看過林醫師回來 但是人家說頭七會回來 但是我小兒子一直跟我說 他那個頭七的時候 他有看到爸爸從客廳的門進來 然後走到我們房間 然後就不見了 然後我其實自己從來沒有看到過 那是晚上嗎 對 就是頭七我們不是都會做法會嗎 然後小兒子看到 然後我其實從來都沒有看到過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我一直都覺得林醫師就在旁邊 我也一直覺得我告訴孩子 我們的人生死亡對我們來講 就是有一條路 然後大家本來出生的時候 都在這條路上行走 然後有的人他會因為 他做完他的這個 他做的事情很多 電池提早耗掉了 所以他就停下來